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那个传统的基础再加以这个变化 采纳一些新的技法 郑浩谦 名庆龙 祖籍广东惠养人 1948年生于马来西亚槟城 美国路西亚纳深密特大学美术师硕士 英国牛津圣乔治大学美术师博士 中国当代岭南画派重要代表之一 现为马来西亚中央艺术研究业院长 这位不乏矫健精神抖擞的先生就是郑浩谦 他不仅在亚洲各地 而且在欧洲 北美洲 南美洲 以及澳洲都多次举办过个人画展 他是全球华人书画界 一位极有代表性的人物 学者于秋雨曾撰写散文 即郑浩谦博士中这样写道 据我所知 十年前的背景 中国美术展览馆还眼界极高 选择极眼 一个外国画家要在那里举办一个 中国传统水墨画的个人展览 而说的难听一点是班门弄服 说好听一点是龙宫吉诸 但浩谦先生的画展不仅在那里隆重举行 由此可见 郑浩谦先生作品的艺术欣赏价值之高 荷兰这个地方 它这个地势比较低 时常会淹水 水灾 它这个风车就把那个水抽起来 抽 抽了要不然它会淹盖 会有水灾 它抽这个风车 它在动的时候 它还可以有一些作用 就是这个麦 大概磨成粉在里头 像一个小工厂一样 两用 两用 所以看起来风景好看 其实它也很实用 郑浩谦作为一位马来西亚的中国画家 即学者 诗人 画家于一体 但是他学画和画画的经历 和国内画家有很大的不同之处 在过去 远在南洋笔墨只艳浮一构的 也没有中国画传统的梅兰竹菊这样的绘画题材 于是郑浩谦先生便忠情于马来西亚当地的风土人情 珍汽花果 其画作《马来加果》就独创了彩墨表现山竹红毛丹的技法 别除心裁 质感突出 我从七十年代开始就旅行到欧洲展览 到南美洲太平洋各地 所以我当时因为旅行就发现很多东西 传统中国画的体材 古人没见过的 我尝试把它画到我的画里头 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旅行的一个记录 甚至有一些朋友认为我不应该画的 我都画进去了 比如说火山爆发 我在印度洋看到火山爆发 在晚上火焰 这个冲天非常的催暢 那么我拍照 然后我有很多感想 然后就画了一系列的火山爆发图 我觉得体材不一定要有什么限制 而另一方面 郑浩谦先生喜好游礼足迹汽五大洲 可谓由宗所至 必有佳作香水 中国突兀的黄山 秀丽的桂林自然不必说 南美非洲的广袤草原 鸵鸟 野巷 澳洲的袋鼠 荷兰的风车都是其擅长的话题 画家自由奔放 包含激情的大写一手法 就是在行万里路 游历各大洲的领途之中自然形成的 有时受到一些邀请到国外去展览 展览过后总要去游山玩水 不然老远去到一个地方只是为展览 所以我譬如说到伦敦展览 我会到法国 到荷兰 到德国 到其他地方去走一下 去看他们的画廊 看他们的博物馆 也是在吸收了 采风 好像前几个月我到俄罗斯 到国家滨海美术馆开展览 到圣彼得堡 他们那边的博物馆 艺术馆收藏很丰富 这种西方艺术大师的作品 他们收藏了很多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 有一些艺术品我们在欧洲看不到的 在俄罗斯看到了 那么也吸收一些新的事物 纳入我的创作里头 广泛的取材范围 时政浩千的画作得到了很多美术评论家的称赞 在描绘海外风物时 他总是将各种题材 记忆全面的意境考虑 如飞流直下的维多利亚瀑布 白雪矮矮的尼泊尔群山 可尼亚野兽出没的荒原 都通过冷暖不同的色调 坚韧或柔润的笔墨 传达出诗歌一般的畅想 也让画作表现得自然和谐 虽然描绘的不是传统国画题材 却让观众明显地感觉到中国画的味道 就是说看到的那个风景 有些我们不能够以太传统的国画的技法来表现 所以我也学过油画 学过水彩 所以我就采纳这种不拘一个技法来表现 就是甚至是色彩也有采纳西方的色彩 融合西方的美学 他驰骋五大钟 用笔墨铸流异域景观 他是马来西亚华裔画家 水墨间渗透中西韵味 从高原望下来 这个圆绵不借的 很壮观 芳菲文化馆对画知名画家郑浩谦 广告之后更精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